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前原来就是著名的白色沙滩 但是令我失望的是 我们被安排到远离这个大海的山区 我的心当堂沉了下来 但是更糟糕的是 原来这个地方真的完全收不到信号 当地的牧师安排我们到一个新兴的教会 这个教会过去曾经有六十名的教友 但是都是因为一些的缘故而离开了 经过几个星期的宣教工作之后 我面对的困难与日俱真 因为我同时必须照顾我的外国伙伴 每一日的活动都让我根疲力尽 因为我们必须逃步穿山越岭 过河 还要经过一群的醉酒汉才能够到达目的地 后来有一个晚上 我实在忍不住这种孤单和空虚 我就跟上帝哭诉 主呀 为什么你要放我在这里 我一日都坚持不了 然后我突然感受到内心的平静祥和 我才醒觉这些就是我所祈求的 我为自己的忘恩负义感受到惭愧 随着时间的消逝 我慢慢看到这个宣教区的美好 变得更加动得依靠上帝 也都开始做一些从未想过自己能做到的事 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前进 但是在这个时候 我的伙伴突然病了 他发现自己的颈上有一块肿瘤 我的负担因此加倍 我必须一边做所有的工作 一边照顾新病的他 医生建议他尽快接受治疗 并回到他自己的国家 他的离开让我很伤心 但是我知道这个是对他最好的选择 我祈求上帝差派一个工作伙伴来协助建堂的工作 上帝奇迹般般回应了我的祷告 他真的差派了一个新的伙伴跟我一起同工 我们时常一起祷告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 尽管我们有很多方面是完全不同 但却能相互相成 我因此经历了上帝对我们坚定不移的爱和同在 无顾这些经历 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成功 每一个看似无法如雨的障碍背后 都有一位大能的上帝 他借着愿意信从他的计划的人创造奇迹 我确实领会并见证了上帝的美好 今天的神中课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拜拜